朱立靖过世的消息震惊各界 许多好友纷纷发文哀悼 其中包含同样是罹患乳癌的朱新怡 她也在昨天晚上沉痛发文表示 相信你已经很勇敢了 相信你已经去到一个更无痛苦的地方 就是大家现在看我的头发 它不是我的头发 我已经光了 全光了 我右边确定就会全切 朱新怡忍痛发文说 相信你是去了一个更无痛苦的地方 你已经很勇敢了 希望那里可以让你自由歌唱 事实上朱新怡在去年年底被诊断出乳癌 三月的时候她曾经在脸书上分享抗癌的心境 表示身体就算知道很痛还是得活动 不然肌肉会越来越无力 而该吃的营养也不能少 当时同样是乳癌患者的朱立靖 还曾经现身留言喊话说一起加油 朱新怡也回复她说 谢谢Miu 你最勇敢了 一起开心 一起健康 没有想到朱立靖在短短两个月后就离开了 星座专家唐启阳她同时也是朱立靖的表姐 昨天得知朱立靖过世的消息时 她悲痛的说当时很后悔没有多加的关心她 应该要知道在朱立靖开心的笑脸背后藏着更多的爱伤 我刚刚才看到朱立靖的消息 就在刚刚 就在刚刚那一刻 各位知道她是我的表妹吧 我们有很礼貌的互相祝福 互相询问 她又来上我节目 她也祝福我说 姐姐你得了金庄奖恭喜你 这样 我生日她也给我祝福 这样 那 她还年轻 所以我就觉得 一定可以对抗病魔 没有想到今天就看到她过世的消息了 唐启阳在直播期间哽咽地表示 朱立靖是射手座 我常常说射手座就是一个把欢乐带给别人 还有把悲伤带给自己的星座 唐启阳坦言 过去朱立靖曾经上过她的节目互动 姐妹俩也有互相的祝福 就连她生日还有获得金钟奖师 对方也都有表达 没有想到今天就看到她过世的消息 原本觉得她还年轻 所以一定可以对抗病魔 唐启阳直言 这种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应该要知道她在笑脸的背后有很多的担心跟害怕 只是她没有说出来 我相信有蛮多人在身体很不舒服的时候 反而会不知道要怎么面对外面的关系 就会躲起来 因为想要让大家安心 而朱立靖的家人 稍仔也在她的脸书发出了声明 彭文也有入了众多人的留言 许多蓝高高的名人也留言悼念 希望她在另外一个世界能够自在的唱歌 歌手朱立靖离哀过世的消息震惊演艺圈 翻开她的脸书 最后一套合照是和闺蜜露露黄露子英 去年出席活动的照片 两人牵手高歌 做事亲吻 好感情亦然无疑 露露昨天录完节目后 得知二号情绪崩溃 在脸书发文哀悼 她是朱立靖的粉丝也是好友 朱立靖总是这么温柔又善良 也要让她收工回家后才知道这件事 她真的还不知道要怎么面对朱立靖的消失 朱立靖是超偶三的冠军 主持人历经把她当成自己的小孩 如今天人永隔 历经擦不掉那很痛的眼泪 自责的说 日前看到她发点滴的照片 留言要她加油 朱立靖回了一句金姐好想你 没想到这会是最后一次对话 不知道她这么辛苦 把超偶学员全部聚在一起的心愿 也变成永远的遗憾 和朱立靖在超偶三并肩作战的蔡昌县 也哭到不知所措 他们那一届的成员每年至少会聚一次 实在无法接受朱立靖就这样走了 自己满脑子都是她最美的笑容 都是她替大家着想关心的模样 怎么也忘不了 自己一定会永远记得朱立靖 另外包括歌手曾沛茨 郭婷筠和张立东等人 都在朱立靖的脸书留言哀悼 希望她一路好走 当个最美丽的天使 朱立靖当年出道之后呢 她曾经加入过老鹰音乐唱片公司 那那个时候呢 她的同门师兄弟包含像是李玉玺啊 还有陈世安还有毕书靖等人 在昨天得知了她逝世的消息之后 众人也纷纷发文哀悼 对于昔日同门朱立靖香肖欲允 毕书靖很不舍的发文表示 在大家眼里永远笑得很开心 很直爽的个性 你是个勇敢又坚强的女孩 一切都没病痛了 要继续当个爱唱歌又温暖的天使 而同门师兄弟陈世安和李玉玺 也晒出多张与朱立靖过去的合照 悲同追忆 这名美丽善良 勇敢又坚强的女孩 我刚看到网友很多人留言 表示说40岁其实真的很年轻 对 他离开我们去当天使 让人感到很不舍 而且这个消息真的是来得太突然了 我昨天看到那个新闻快讯之后 我整个晚上都在听朱立靖的歌 因为他的歌声里面真的是让人可以拥有很多力量 对很有那种很坚强 但又不失温柔的那一份柔软 对而且他当年在超级偶像3里面表现真的很好 他那时候我记得他还有唱很多 because of you 这种很经典的西洋歌曲 那时候就被大家说他根本就是台湾的比yonce 因为只有他才可以唱出那种浑厚 然后又很清透的声音 对那朱立靖的歌声 一定会永远流传在各位粉丝的心中 对那我们刚刚有说到超级偶像3 其实当时呢 黄国伦他曾经是这个比赛的评审 那他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他也不敢置信 接受采访的时候还速度哽咽的透露说 其实朱立靖他还有许多的音乐梦想没有完成 甚至黄国伦他还曾经承诺过朱立靖要帮他写歌 可是现在也没有办法兑现了 身为超级偶像的首席评审 黄国伦见过形形色色的歌手 他形容眼中的朱立靖 能动能静能跳能唱 是个一直在散发光芒的一位歌手 这消息实在太突然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 他说在朱立靖养病期间 两个人不时发讯息聊天 还约定之后要一起合作 黄国伦表示 原本以为对方的身体已经有好转 心疼的说 他到生病的时候都还很勇敢 还在开玩笑带给大家欢乐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女孩 黄国伦说 曾经多次在录音室与朱立靖讨论音乐 对方还曾经向他邀歌 他也答应对方 只是没有想到承诺还没有兑现 就已经天人永隔 上阳的朱立靖出道13年 期间几乎零负贫 在去年的时候到餐厅用餐 居然遇到实习服务生 不小心将这个酱汁 从头淋下来的意外事件 一般人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一定会觉得很生气吧 对因为你的头发身体 可能都要重新的擦拭过 但是朱立靖他第一时间竟然没有生气 反而还站在对方的立场为他着想 甚至还想给予他安慰 私底下脾气非常好 当时更令不少粉丝感到很心疼 当时朱立靖坐下用餐后不到五分钟 就被实习店员意外淋了满头酱汁 头发脸上衣裙子全部弄脏 但他还担心对方会不会因此被骂得很惨 打算离开前要去安慰对方 说声你要加油 后来朱立靖用完餐准备离开 看到店员和主管同时出现送客 心想正好趁这个机会 要和对方打起加油 没有想到在他主管几次鞠躬表示的当中 实习生已经在某个moment 静自转身离去 扭头的同时 一边用手掌用力剥前面的刘海 他同时这反而是整晚让他最失望的一点 由于他当时已经宣布了离癌的消息 因此也提到 有病在身的人休息时间是很宝贵的 你知道吗